穿进校园文后 我获得了修改剧情的能力 为了整股女主 男主在吊扇上放了一桶水 我把一桶水改成了一桶石 开了五档的吊扇缓缓转动 粘稠的石满教师飞溅 男女主浑身玉石 嘴里发出尖锐爆鸣 一 我穿越成了古早玛丽苏校园文里的恶毒女二 女主慕容娇娇 一个出身穷苦却百折不挠的小白花 在偶然进入贵族学院后 她的单纯可爱 瞬间吸引了男主南宫奥天的注意力 南宫奥天为她痴狂 发誓今生挚爱她一人 可我才是南宫奥天的未婚妻呀 慕容娇娇依偎在南宫奥天怀里 泪如雨下 音音音 千亿同学才是你的未婚妻 我始终是第三者 南宫奥天邪妹舔唇 呵 天凉了 宋时代破产了 她大手一挥 宋家破产 我惨死街头 男女主幸福大婚 全文完 二 我怒了 刚穿越过来的我一睁眼 便发现自己和全班同学 坐在大巴车上 今天是三年A班组织春游的日子 一解 慕容娇娇又勾引南宫王子 咱们待会儿给她个教训吧 坐在我旁边的林园 神神秘密地在我耳边说 不如咱们找几个男生打她一顿 我的目光落在 坐在前排的慕容娇娇和南宫奥天身上 邪妹一笑 不不不 待会儿有她俩好受的 她俩的设定是欢喜冤家 却被分配坐在一起 一路上 两人不断半嘴 推推嗓嗓打得闹闹 直到剧情出现 原文 慕容娇娇不小心踩到了 南宫奥天吐在地上的泡泡糖 粘了一脚 我把吐在地上的泡泡糖 改成喷在地上的泡泡石 只见南宫奥天脸色一僵 她咕咚一声把泡泡糖吞了下去 然后不受控制地站起身来 解开了自己腰间的皮带 慕容娇娇傻眼了 她竟然要当众脱裤子 她疯了吗 在众人疑惑不解的目光中 南宫奥天把皮带随手一扔 脸着内裤将裤子拖到了膝盖以下 瞬间 小小的辣椒暴露在了空气中 哎呀 我要长真眼了 好辣眼睛 救命啊 好小 卧槽 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响彻整个校车 女生们感觉眼睛被强成 纷纷捂住了眼睛 南宫奥天憋得站红了脸 不受控制地转了身 把屁股对准了慕容娇娇 慕容娇娇简直都要疯了 她想逃 可她的位置靠窗 被南宫奥天挡住了 她逃不掉 只听捕的一声 南宫奥天死死扣着椅子靠背 一坨噗鲁噗鲁冒着泡的屎就喷了出来 差点喷到慕容娇娇的小白裙子上 大概是吞了泡泡糖的原因 她的屁股甚至还吹了一个大大的屎泡 慕容娇娇疯了 她尖叫着 手足无措的原地蹦跳 却不小心踩了一脚屎 屎被踩得飞溅 箭得到处都是 慕容娇娇的小白裙子甚至都被染黄了 恶臭味弥漫了整个校车 同学们的惊叫此起彼伏 而我拉着已经傻眼的凌员 笑出了浑厚计较 哈哈哈哈 在这一刻 凌员对南宫奥天的高富帅滤镜碎了一地 三 有个女同学弱弱地递给南宫奥天一包纸巾 南宫奥天拉完了屎 看着这一地屎记 她气得破口大骂 Shift 你们这些小女生叫什么叫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管得住自己的下半身 懂不懂 南宫奥天可是A是首富的儿子 没人敢得罪他 于是同学们硬着头皮打开车窗散漫 一个个安静无击地坐在座位上 不敢说话了 南宫奥天和慕容娇娇换好了备用衣服 校车继续出发 四 到春游目的地时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 学校为同学们准备好了丰富的营养午餐 装在饭盒里 老师将饭盒一一发到我们手里 我们的饭菜都是正常的 只有慕容娇娇打开饭盒后 她的眼眶瞬间红了 只见那饭盒里竟然掺着沙子和石头 甚至还有毛毛虫 不用说 这肯定是南宫奥天的杰作 她和慕容娇娇是欢喜冤家 平时最喜欢整股慕容娇娇 慕容娇娇一哭 她便感到精神愉悦得到了满足 南宫奥天 你到底要怎么样 看我出丑你很开心吗 慕容娇娇强忍泪意 南宫奥天笑得十分恶劣 挑眉反问 你倒是说说 我怎么了 小童桌 你 你别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不会屈服于你的 坚韧不拔的小白花女主要发怒了 原文 慕容娇娇将掺着沙子和毛虫的饭盒 扣在了南宫奥天头上 我把沙子和毛虫改成了狮子和蛆虫 只见慕容娇娇站起身来 将手里的饭盒用力倒扣在南宫奥天头上 并哭喊道 我们穷人也是有尊严的 一只只米粒大小的蛆 从南宫奥天头上爬呀爬 更多的肉眼难以发现的狮子 爬进了南宫奥天的头发里 南宫奥天觉得头皮有点痒 下意识地挠了挠 手指却不偏不倚 夹住了一条蛆 慕容娇娇你 啊 这是什么 南宫奥天疯了 狂甩着胳膊试图把蛆甩出去 奈何那蛆就像粘在他手上一样 怎么甩都甩不掉 一条条的蛆在他身上爬呀爬 又痒又恶心 南宫奥天崩溃了 他妈的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啊呀 他原地蹦跳 像一个中年妇女在跳广场舞一样 疯狂挥舞着双臂 一条一条的蛆从南宫奥天身上被甩飞 落到了慕容娇娇的小皮鞋上 蛆闻到一股臭皮子味 便努力往鞋子里钻啊钻 慕容娇娇被吓得身体僵硬 大脑一片空白 他不受控制的尖叫出声 啊 他真是太笨了 他不该张嘴的 这一张嘴 从南宫奥天身上飞下来的蛆 就不偏不倚的飞到了他的嘴里 慕容娇娇一上午没吃饭 早就饿得不行了 嘴里扎衣进了东西 他下意识嚼了嚼 软软的还会爆肢 你别说 这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见到这一幕的林园 惊掉了下巴 他紧紧抓着我的胳膊 目瞪口呆道 卧槽 一姐 他吃蛆 我瞥了他一眼 这有什么奇怪的 慕容娇娇娇的皮肤之所以那么白嫩 说不定就是吃蛆吃的呢 我去还真有可能 为了美白 他可真拼啊 当慕容娇娇听到周围同学的议论时 他才注意到自己究竟做了什么蠢事 他竟然生吃了一条蛆 慕容娇娇浑身剧烈颤抖 身体一个亮呛 差点直接晕过去 南宫傲天差点直接崩溃 他疯狂胆落身上的蛆 并扯着嗓子尖锐大叫 你们还PM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过来给老子帮忙 还有你 慕容娇娇 南宫傲天的那几个小跟丹 想躲都躲不了 硬着头皮走上前 帮南宫傲天捉蛆 慕容娇娇回过神来也很自责 他善良又单纯 那个饭盒是他扣到南宫傲天头上的 他理应去帮南宫傲天捉蛆 于是 慕容娇娇眼里含着泪水 将南宫傲天身边那几个小跟丹推走 都是我的错 我来就好 他小声抽气着为南宫傲天捉蛆 可慕容娇娇不知道 南宫傲天身上不仅有蛆 还有狮子呢 狮子可是会传染 五 终于把南宫傲天身上的蛆 都清理干净了 慕容娇娇阴音抽气着 满眼愧疚的看着南宫傲天 对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把饭盒扣到了你的头上 你也不会 他眼睛红红的 鼻子也红红的 像一只受了惊的可爱小白兔 南宫傲天只觉得下肤一热 一股邪火涌了上来 莫名很想占有他 于是他故意坏坏一笑 舔了舔唇说 好啊 你签下这份主仆契约 做我的小女仆 我就原谅你 慕容娇娇眼睛更红了 大滴眼泪顺着他光洁白嫩的脸蛋流下 你 南宫王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羞辱我 霸道王子正在调戏他的小白花美人 我身边的林元脸色却变得有些难看 他咬着后槽牙 冷声说 一姐 这慕容娇娇可真不要脸 咱们学院里谁不知道 你才是南宫王子的未婚妻 慕容娇娇个贱人不仅不避嫌 还主动贴上去玩欲情故纵 我呸 我邪逆他一眼 南宫傲天就没有问题吗 如果不是他给机会 慕容娇娇会贴上去吗 林元陷入了沉思 古早甜宠纹里的恶毒女配就是这样的 只会无脑辞尽 六 最终 慕容娇娇和南宫傲天都没吃饭 慕容娇娇生吞了蛆 她已经没有吃饭的胃口了 而南宫傲天 她只觉得自己的头发痒得厉害 一直挠一直挠 头皮屑到处飞 同学们吃过饭后 便各自散开 开始自由活动 我们的任务是 各自找到一棵最漂亮的植物 作为标本 在原书里 慕容娇娇就是在这个剧情点 得到了自己的金手指 她流的眼泪都会变成珍珠 午后 慕容娇娇独自一人走在树林里 四处寻找形状漂亮的树叶 偏不巧 她撞上我和林元 一见到我 慕容娇娇眼眶瞬间变红 像是心虚一样低下头 身体微微发着抖 宋 宋同学 林同学 我们明明还一句话都没说 她这副样子 反而像我们欺负了她似的 林元最见不得慕容娇娇装可怜 她忍不住呸了一声 骂道 南宫王子不在这里 你装什么装 贱人就是矫情 慕容娇娇挨了骂 眼泪瞬间湿润了眼眶 大滴大滴眼泪流下 掉到地上化作了珍珠 这一幕简直看待了林元 卧槽 一解 她的眼泪 我却丝毫不感到意外 弯腰捡起一颗珍珠 放到慕容娇娇手中 并朝她微微一笑 慕容同学 收好你的东西哦 说完 我拉着林元转身便走 与此同时 改文系统启动 原文 慕容娇娇发现 自己的眼泪能变成珍珠后 便忍不住哭了出来 并用大片树叶接住 我把哭了出来 改成拉了出来 气 我拉着林元躲在了一棵树后 悄悄观察慕容娇娇 林元眨了眨眼 半心半疑地看着我 一解 我们这是干嘛 你瞧好就行 只见慕容娇娇 忽然弯腰捂住了肚子 她的肚子咕噜咕噜作响 她咬着牙 一滴冷汗低下 突然就 肚子好痛 慕容娇娇坐在地上 扭动个不停 她试图如动身体 压制住这灭顶的使忆 奈何她实在是高看了自己 石塔在门口 即将喷涌而出 可她是个善良的女孩子 从来不做那种 随地大小便的缺德事 纠结许久 她四处看了看 确定着周围没人后 便用她摘的大片树叶 扑在地上 然后撩起裙子 往下一蹲 只听闻扑扑扑的声响 一声声响屁 伴随着噗噗噗噗的屎 她拉满了整整五片树叶 正在偷看的陵园 捂住口鼻 发出无助的物业声 呜 哦 一姐 你真傻逼 让我看这个 哦 我戴着墨镜 捏紧鼻子 嘿嘿一笑 待会儿还有好戏呢 吧 拉完屎的慕容娇娇 用树叶擦了屁股 看着地上的屎 慕容娇娇翻着白眼 忍不住干呕一声 却不想 几个土匪从树丛里跳了出来 大哥 我亲眼看见的 这个女学生的眼泪 能变成大珍珠 她手上用树叶包着的 肯定都是珍珠 土匪老大满眼贪婪的 紧紧盯着慕容娇娇手里 拿着的树叶包 这么多珍珠 哈哈 老子发财了 慕容娇娇满眼惊恶 下意识地后退半步 摇头否认道 不是 这不是珍珠 土匪小弟呸一声 指着慕容娇娇大声说道 你别装了 我亲眼看见的 你流的眼泪都变成珍珠了 你手里拿树叶包着的 肯定是珍珠 随着土匪老大一声令下 一群小弟把慕容娇娇团团围住 哈哈哈哈 珍珠是我们的了 老大 不如我们把这个女学生也带走吧 让他天天哭 我们就有数不清的珍珠了 老二这个提议不错 哈哈 看着一个个不怀好意的土匪 慕容娇娇颤抖着身体 恐惧至极 落到这群人手里 他还能有活路吗 快把手里的珍珠交出来 着手把树叶包递给了土匪老大 土匪老大有些疑惑的 疑了一声 这珍珠怎么那么软啊 还热乎乎的 这摸着不像珍珠啊 土匪老二也摸了摸 是啊 摸起来软软糯糯的 倒是有点像蒸大米饭 这珍珠不会融化了吧 土匪老大搂着树叶包 幻想着里面全是大颗大颗的珍珠 他十分陶醉地闭上眼睛 对着树叶包深深地吸了口气 并伸出大舌头在上面舔了一口 啊 好臭 这坨树叶包 被慕容娇娇用头绳捆得严严实实的 土匪老大解不开 他有些气急败坏 干脆用力把树叶撕开了 没有了树叶的包裹 瞬间一股浓烈的酸臭味飘了出来 一坨坨地屎呼了土匪老大满手 还有一些掉在了他的脚上 土匪老大的胸口剧烈起伏 他气得脸色涨红 举起手里的屎便往慕容娇娇身上砸 你个小贱人 你他妈的拿屎耍老子 慕容娇娇把腿就跑 可还是被屎击中 白裙瞬间变黄 救命啊 有人贩子 救命啊 慕容娇娇边跑边尖叫 跑到我和林园藏身的地方时 身上那股浓烈的酸臭味也飘了过来 林园再次扶着树干藕 我已经对这个气味免疫了 从小到大 我见过的时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这种程度的时不足以震慑到我 一姐快报警吧 林园塑在树后瑟瑟发抖 我点点头 早在半小时前就已经报警了 这地方比较偏远 帽子叔叔大概已经快到了吧 救命啊 救命 有人贩子 慕容娇娇实在是太过娇气了 他的身体素质也不太好 几乎跑不了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 这时南宫傲天即时出现 小铜桌 看着慕容娇娇身后紧追不舍的土匪 南宫傲天瞳孔一缩 赶紧将他拉到自己怀里紧紧搂住 可是他的裙子上似乎还粘着什么东西 黏黏的 臭臭的 南宫傲天难以置信的看一眼自己的手指 救救我 看着怀中娇俏少女的楚楚可怜的脸蛋 南宫傲天把那一瞬间的恶心感抛直脑后 他邪魅一笑 用沾了屎的手刮了刮慕容娇娇的鼻子 小铜桌 我要是救了你 你可要做我的小女婆 慕容娇娇来不及考虑 用力点点头 只见下一秒 南宫傲天身后出现十个帅气的西装保镖 这些保镖三下五除二就把土匪打倒 并交给了匆匆赶来的帽子叔叔 被押到警车上时 土匪老大还在哀嚎 都是这个臭娘们耍我们 他明明拉了很多屎 却骗我们是珍珠 这臭娘们 重新聚集起来的同学们 一个个满脸狐疑的盯着慕容娇娇 什么 他拉了屎 还骗人说是珍珠 他怎么那么颠 屎和珍珠有什么共同点吗 只有我注意到慕容娇娇的裙子上全是屎吗 我靠 他鼻子上都是屎 珍珠研磨成粉 可以敷面膜 难道他疯了 把屎当成珍珠敷面膜用 听着周围同学议论纷纷 慕容娇娇只觉得自己浑身臊痒 无地自容 他十分焦躁地抓了抓头发 却越抓越痒 就 出了这种事 春游暂时取消了 同学们被各自送回了家 而慕容娇娇 则是被南宫傲天带回了南宫家 签订那个女仆契约 临走前 慕容娇娇满脸屈辱 怒瞪着南宫傲天 我是不会出卖自己的身体的 南宫王子 林源摇着扇子 文言十分不屑地翻了个白眼 他慕容娇娇算个什么东西 人家南宫家 可看不上他这种拉了一身屎的女人 人家只任意解作而席 林源挽着我的胳膊 朝我眨了眨眼 我叹息一声 可是南宫傲天在校车上 也拉了一身屎 我实在不敢嫁给他呀 也是啊 林源文言陷入沉思 十 南宫傲天把慕容娇娇带回南宫家后 常常故意欺负捉弄慕容娇娇 甚至南宫傲天喝醉了走错房间 醒来后发现 今日是南宫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作为宋家嫡长女 我自然要出席南宫老爷子的寿宴 寿宴在南宫家的大别墅内举行 南宫老爷子穿着一身大红色的衣服 坐在主位上 与往来宾客谈笑 南宫傲天站在老爷子身边 手里端着一杯鸡尾酒 只是脸上的表情有些扭曲猙獰 他的手微微发着抖 脸上也抽搐不断 看起来有些痛苦 有宾客发现了南宫傲天的异样 疑惑地问 南宫少爷 你这是怎么了 南宫傲天从牙缝里挤出俩字 没事 真的没事吗 傲天 你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 南宫老爷子面带担忧 南宫傲天干脆用力挠了挠头发 神色显得又爽又痛苦 真的没事 宾客们一开了目光 南宫傲天趁着旁人不注意 继续咔咔咔挠着头皮 一片片雪花式的头皮屑四处飞扬 我身穿一身米色礼服裙 和一群贵族女孩坐在角落里喝酒 看着用力挠头的南宫傲天 我暗自发笑 头上长了狮子的人 头发会钻心的痒 并且洗了头也没用 嘿嘿嘿 天呐 南宫少爷这是在干什么呢 他已经挠了半天头发了 我将酒杯放在桌上 起身十分担心的看向南宫傲天 其他女孩文言纷纷看向南宫傲天 是啊 南宫少爷一向高冷端庄 怎么今天会那么不顾形象的 一直抓头发呀 天呐 南宫少爷不会没洗头吧 南宫傲天的头发看起来油油的 还有很多头皮屑 这次出门 我带了家庭医生一起 真的那么痒痒吗 是不是生病了 南宫老爷子这才注意到 原来身边飞舞着的 不是什么泡沫雪花 而是南宫傲天的头皮屑 南宫老爷子被恶心的差点跳起来 赶忙远离了南宫傲天 宾客们也纷纷后退 只有我不嫌弃他 叫家庭医生来为南宫傲天诊治 这 南宫少爷头上是长狮子了 得把头发剃光 再用药物辅助治疗才能跟除狮子 南宫傲天差点晕过去 他那霸气的三七侧分头 即将被剃成光头 十一 我坐在南宫老爷子身边 语气诚恳地说 我听说 一些家畜身上会有狮子 可能会传染到人身上 或者南宫少爷平时不太注意自身卫生 也可能会长狮子 在自己的八十大兽上 自己最心爱的孙子当众出丑丢脸 南宫老爷子气不打一处来 去 拿推子里发气来 我要亲自给这个不成气的东西剃头 南宫傲天慌了 他可是霸总啊 剃个大光头算怎么回事 被保镖按在椅子上 南宫老爷子用推子 南宫傲天疯狂挣扎求饶 不要啊 爷爷 不剃头也能治狮子 爷爷 你给我剃个光头 我要怎么见人啊 女仆慕容娇娇听到动静 一看到南宫傲天被人按在椅子上剃头 他心里咯噔一跳 扔下手里的盘子便不顾一切地朝南宫傲天跑来 原文 慕容娇娇求着老爷子 不要给南宫傲天剃头 我把球改成了骂 只见慕容娇娇准备下跪的膝盖一抖 竟扶着桌子站起来了 南宫老爷子眉头一皱 刚想斥责这个没有规矩的小女徒 便见慕容娇娇脚一跺 腰一叉 你个老不死的 我X你大爷的 我今天就操XXXX 慕容娇娇猪唇微张 骂出一句塞一句的鸟语花香 一边骂一边挠着头发 南宫老爷子从没听过那么脏的话 他勃然大怒 拍案而起 命令保镖立刻把慕容娇娇插出去 哪来的野女人 也敢在我们南宫家放肆 来人把她带走 慕容娇娇急了 XX 又是满嘴的鸟语花香 南宫老爷子忍无可忍 竟然直接抱了紧 当帽子叔叔来时 他才终于慌了神 我没有 我不是故意骂人的 我根本就没想骂人 南宫傲天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光头 他眼神空洞呆滞 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南宫少爷 你救救我 救救我呀 我根本就没想骂你爷爷呀 慕容娇娇跪在地上抱着南宫傲天的腿 眼眶红红的 即将哭出来 原文 慕容娇娇委屈地流着眼泪 我把眼泪改成了眼屎 在众目睽睽之下 慕容娇娇的眼睛里 缓缓流淌下一条屎黄色的眼泪 并且还散发着阵阵恶臭 偏偏慕容娇娇还没察觉 他不停地哭着 摇晃着南宫傲天的手 求他救救自己 呜呜 南宫少爷 救命啊 我不想坐牢 黑黄色的还混着辣椒粒的屎 从慕容娇娇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他精致的妆容已经完全被忽住 阵阵酸腐恶臭 传入南宫傲天的鼻腔中 南宫傲天猛地干呕一声 扶着慕容娇娇的脑袋大吐特吐 哦哦哦 真是好巧不巧 吐了慕容娇娇一头 这一幕看比恐怖片 整个南宫家宴会厅里 恶臭弥漫 兵客们跑得跑 吐得吐 凌远躲在我身后 不断瑟瑟发抖 一 一姐 你可千万不要嫁给南宫少爷 南宫少爷太可怕了 我强行压制住呕吐的欲望 用力点点头 我觉得也是 在他那边 南宫老爷子已经晕过去了 南宫傲天吐完了 他伸手为慕容娇娇 擦拭着脸上的屎子 艰难开口 小童桌 别哭了 你再哭我就受不了了 慕容娇娇却止不住的流屎 终于 有一滴屎流到了他的嘴唇上 他下意识的舔了舔 哦 十二 最终慕容娇娇还是没进橘子 南宫傲天保下了他 但慕容娇娇也被剃了个 这么亮的大光头 摸着光秃秃的脑袋 慕容娇娇表情争鸣痛苦 想哭却不敢哭 生怕眼睛里流出屎来 没办法 南宫傲天只好定做了几丁假发 给慕容娇娇和自己戴上了 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后 两人返回了学校 十三 身为A城首富家的嫡长孙 南宫傲天在学校里 可谓是说一不二 老爷子八十大寿那天发生的事 硬是没有一个人敢透露出去 谁敢往外说 谁家就破产 当然 其中也包括我了 我连续七天没坐腰 甜宠剧情又回到了正轨 南宫傲天和慕容娇娇 重新做回了欢喜冤家 两人整天打得闹闹的 当然 同学们都看得出 他们头上戴的是假发 某天体育课时 趁着同学们在操场活动 南宫傲天指挥自己的小弟们 往教室的吊扇上放一桶水 嘿嘿 这桶水刚好在慕容娇娇头上 等吊扇一转 保证林他一头 哈哈 南宫王子牛逼 哈哈 哈哈 待会那慕容娇娇 怕是要哭着 用小拳拳捶你胸口了 南宫傲天一脸骄傲 我最爱看小童桌 那哭唧唧的表情了 特别有意思 把水桶摆完后 南宫傲天一群人便离开了 他们却不知 我偷偷用自己的改文系统 把吊扇上的水桶挪了挪 挪到了南宫傲天头上 很快体育课下课 同学们都出了汗 回到教室后便要开吊扇 看着缓缓开始转动的吊扇 南宫傲天忍不住咧开嘴 十分恶劣地笑了 我的小童桌 待会儿给你个惊喜哦 慕容娇娇心里咯噔一声 吊扇上的水桶开始倾斜 原文为了整股慕容娇娇 南宫傲天在吊扇上放了一桶水 我启动改文系统 把一桶水改成了一桶石 吊扇转得越来越快 只听到咣当一声 吊扇上的石桶翻了 满桶的石不偏不倚地 撒在了南宫傲天头上 南宫傲天刚想发火 就见头顶的吊扇飞速旋转 粘在吊扇上的石满天飞溅 南宫傲天难以置信地 用手摸一把自己的假发 果不其然摸到了一手的石 哎呀呀 卧槽 谁干的 谁TM干的 南宫傲天崩溃了 放在吊扇上的不是一桶水吗 为什么会变成这玩意 为什么 开了五档的吊扇转得飞快 使四处飞溅 整个教室顿时一片使劲 同学们疯狂尖叫逃窜 我拉着林源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 林源的声音几乎挂上了哭腔 南宫傲天他有病吧 他把屎放在吊扇上干什么 他是不是疯了 我摇摇头把身体蜷缩起来 他大概是想整滚一下慕容娇娇吧 谁知道呢 我悄悄打开手机开始录视频 教室里的同学们纷纷跑了出去 南宫傲天也想跑 奈何下一秒 只听光当一声 卡在吊扇上的石桶掉了下来 不偏不倚正好扣在了南宫傲天的头上 他的口腔鼻腔都被屎胡满了 他几乎无法呼吸 慕容娇娇坐在靠墙的位置 南宫傲天不出去 他也出不去 他只能无助地崩溃尖叫 救命啊 直到一坨屎飞到了他的嘴里 他终于闭上了嘴 就在南宫傲天即将憋死在屎童里时 学校里的保安及时出现 帮南宫傲天把扣在头上的屎童取了下来 南宫傲天的脸上轰满了粘稠的屎 就像敷了一张面膜似的 他张开屎盆大口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污浊空气 他妈的 Shift Shift 怎么会这样 吊扇被关上 教室里终于恢复了平静 同学们战战兢兢的站在门口 确定吊扇关了之后 才敢进入教室 奈何一进入教室 就被南宫傲天那呼满屎的大光头吸引了 原来 刚刚他的头被铜卡住 拔的时候太用力 假发拽掉了 南宫傲天身上再也没有了那冷酷霸总的气质 他顶着呼满屎的大光头 敷着屎面膜 张开屎盆大口 嗷嗷尖叫着冲出了教室 而慕容娇娇精神也恍惚了 他的大脑里不断闪过南宫傲天那句待会儿给你惊喜 嘴里念念有词 疯了 南宫傲天真是疯了 他这个疯子 他自己喜欢屎 还要让大家跟他一起临屎 我要转学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我悄悄地把刚录下的视频发给了宋家家主 家主是我的爷爷 一个比较顽固的老头 我 嗚嗚 爷爷 南宫傲天他是不是鬼上身了呀 他喜欢玩屎 我 等我以后嫁过去 他会不会逼我吃屎啊 爷爷 我害怕 我 视频 南宫傲天在老爷子的八十大寿寿宴上 可谓是丢尽了脸面 他不爱干净 头上长了狮子 还被当众剃了个光头 不仅如此 他还跟一个当众流屎的女人拉着爱美不清 爷爷思索许久 决定让我和南宫傲天退婚 毕竟宋家丢不起这个人 爷爷 这个婚事要不还是退了吧 我感觉他们南宫家的人不太正常 14 贵族学院的校长是南宫老爷子的朋友 在听说南宫傲天做了如此逆天的事情后 校长勃然大怒 在周一开大会的时候 当众批评了南宫傲天 南宫少爷 你知道教室里的设备有多贵吗 因为你 那些电器设施里面全都进了屎 都不能用了 还有教室的墙 也要重新装修一遍 你玩别的也就罢了 可那是排泄物 是排泄物啊 你爷爷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主席台下 南宫傲天顶着个赠量反光的大秃脑袋 死死咬着牙一言不发 像是在隐忍着某种情绪一般 慕容娇娇也不跟他站在一起了 他自觉站到了最后一排 连头也不敢抬 他已经决定转学 跟南宫傲天老死不相往来了 主席台上 校长仍滔滔不绝地骂着南宫傲天 你知不知道 咱们贵族学院发生的事都上新闻了 压都压不下去 上新闻了 南宫少爷 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放啊 南宫傲天玩屎的大名 在网络上疯狂传播 几乎人人皆知他 这位贵族少爷的特殊癖好 校长骂得正起劲 却忘了南宫傲天 也是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 他也是有脾气的 只见南宫傲天嘀吼一声 忍无可忍地冲到主席台上 一巴掌扇在校长的老脸上 随即和校长扭打在一起 可怜校长这一把老骨头了 还要这样被折腾 最终 南宫傲天被帽子叔叔带走 并被贵族学院开除劝退 15 这笔钱你拿着 就收下我孙子吧 这 哎 南宫老爷子不是我不愿意 是贵族学院的老校长说了 不让收啊 南宫傲天被劝退后 南宫老爷子跑遍了整个A城的学校 结果硬是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收他 贵族学院的校长挨了南宫傲天一顿打 心里记恨上了他 放下话 哪所学校敢收南宫傲天 就是跟他过不去 这样一来 南宫傲天竟然没学上了 这可愁坏了南宫老爷子 但值得一提的是 南宫傲天抓住了试图逃回老家的慕容娇娇 他扯着慕容娇娇的衣裳 把他拖回了南宫家 并把卖身器趴得往桌子上一拍 我的小同桌 你想去哪呀 他磨了磨牙 表情猙獰阴狠地凑到慕容娇娇面前 揪住他的假发 逼他与自己对视 老子告诉你 你竟然签了卖身器 就是老子的人了 你哪都去不了 慕容娇娇痛哭流涕 放过我吧 我不想和你待在一起了 我不喜欢屎啊 南宫傲天冷笑 你偏暗忙老子身边凑的时候 怎么不说这话 臭贱人 你装什么装 南宫傲天出了大仇 南宫老爷子已经放弃他了 转头培养其他继承人去了 南宫傲天一招成为家族弃子 崩溃之下 他黑化了 他开始囚禁虐待慕容娇娇 慕容娇娇也算是如愿以偿 成功挤走了宋千亿 成了南宫傲天的女人 16 大家看镜头 我和林源手拉着手 对着镜头比了一个爷 咔嚓 我们即将高考 林源满脸兴奋激动 一姐 终于快毕业了 我想和你考同一所大学 我点点头 好呀 一起加油 回去的路上 林源忽然提起了南宫傲天 一姐 你还记得南宫傲天吗 嗯 听说咱们A城没有学校愿意要他 然后 他爸就把他安排到了 隔壁C城一个职业学校里 据说他现在抽烟打架喝酒 样样都干 那慕容娇娇呢 不知道呀 自从慕容娇娇转学后 我就再也没听过他的消息 应该是回老家了吧 不说他们了 我们去吃饭